我们大象座家具成立是在1983年 那一开始是以B2B的业务为主 那我们生产的这些家具主要是行销到日本及美国 那大象座家具也是第一个 从欧洲把这个平板家具整个系统以及人员 整个技术移植到台湾来 所以开创了台湾平板家具的先驱 在1989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 成为一个开始用大象座为品牌 而开了一个家具连锁店 那在台湾那时候大约达到75千 我们考虑到说动态成长作业 对儿童及成人在发育上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就进一步的开创了 KIT Youth以及TCT这样的人体工学的品牌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品牌 在亚洲地区已经有近50间的连锁店 分别在大陆的地区 台湾 像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 这些地方 都是开设我们的品牌专卖店 参加这个重庆民运营展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扑空机会 因为它这个展览的人数非常的多 那在展会当中 我们可以直接进一步的去了解到 现在这个人体工学的产品对消费者 他们在第一线所接触 他们对这类产品的感官 或者是他们有什么进一步的需求 以及他们对这个我们公司品牌的这个能见度 可以去做第一线的接触 是否有这一方面 可以成为我们经销商的这个客人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注意是非常大的 我们会在第一线就是收到你们一些 关于最近这个海外的一些经济产业的发展模式 那这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 做我们一些策略上的变动的一个 非常好的依据跟考量 对于欧美的客人 在跟我们公司进行合作的时候 有这个认识的话会 当然会进一步去消除他们 在对公司的这个 整个经济跟规模上面的一些疑虑 是非常有用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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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